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 不怕,有天使陪你属星星 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 当然,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 太好了,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 天使夜未眠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满眼自己 我终于可以 完全卸下肩膀沉重的压力 不必再靠自己 对付难题 我终于可以 放开双手不再掌握着命运 完全地相信你 负责到底 负责到底 天使夜未眠 天天陪你到入眠 我是你的老朋友 也是你的新朋友 天天很高兴在空中和你相会 今天要和你分享的单元是 信仰Q&A 无论我们在生活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都可以在圣经真理中找到答案哦 信仰Q&A 关乎生命的问题 无奇不有 在你的人生道上 是否也充满困惑呢 生命中的每一个为什么 都能从圣经中找到解答 让我们一起进入 信仰Q&A 信仰Q&A 继续和你分享 信仰当中的各样的问题 这位听友写信问道说 我很想要做基督徒 可是我今年才17岁耶 我是不是应该要先 好好地享受一番 过点快活的日子 再来信基督教呢 就请路加牧师回答这个问题 是谁告诉你 做了基督徒生活便不快活 我所认识的 最幸福快乐的人 都是基督徒 事实上 不是基督徒 而能内心真正快乐的人 我还没有见过 要是你能听到 基督徒欢聚在一起的时候 所发出爽朗的笑声 看见流露在他们脸上 沉直的喜乐 你绝不会说 等我过点快活的日子再说 你也许听过 年纪大的基督徒告诉人 做基督徒有很多禁忌 可是他们忘记告诉你 做基督徒 虽然有一些规矩要遵守 但上帝绝不禁止 我们做有益的事 他像是慈爱的父亲 愿意他的子女 享受最美好的人生 在我的身边呢 有好多快乐的人 他们都是基督徒 而且呢 他们过的生活 非常的有意义 也很充实 总是能够乐观 积极地面对生活 所以我相信 不论你的年纪是多小 多大呢 都是可以来信基督教的 相信你会更加的快乐 而且你会觉得 自己活得很有意义 那接下来这位听友呢 他喜新问到了 男女交往的时候啊 怎么样约会 才是讨上帝喜悦的呢 请路加牧师来回答 首先应该知道 上帝愿意 男女青年彼此起目 他愿意他们 由相爱而结合 在约会中 关系应该正常 自然 依照大家的志趣而发展 你们可以一同参加 教会的侍奉 比如说 一起礼拜啊 参加主日学 参加教会举办的各种活动 另外 你们可以参加 有意与生心的 各种康乐活动 一句话 凡是能够 增进你们彼此相爱 互相尊重的活动 都可以参加 你若能靠着上帝的帮助 不发生超友谊的关系 你们结婚以后 一定会对主 有说不尽的感恩 因为这是 幸福婚姻的 一个秘诀 的确我们可以参加 许多有意身心灵 健康的活动 只要是能够增加 我们彼此相爱 互相尊重的活动 都是可以参加的 其实约会的目的 就是要认识对方 有时候约会 的确是会让我们 被蒙蔽 反而看不清楚 所以什么样的约会 才会使我们 看得更清楚呢 我想在团体当中的约会 或是在 活动当中的 一起去完成什么 活动的 这样子的约会 是不是更能够 让我们认识对方呢 好 接下来呢 这位听友写新问道说 我是一个女学生 我有很多的机会 都可以交男朋友的 我喜欢的男孩子 有很多 但是我不知道 我到底要学哪一个 陆家牧师请问 上帝真的会帮我们 拣选配偶吗 来听听陆家牧师的回答 我的答案是 会 也是不会 圣经里头 没有哪一节经文说 上帝会为我们 拣选配偶 可是圣经里面 却有的是爱情的故事 告诉我们 上帝的手 的确把他拣选的男女 结合在一起 旧约创世纪 就记载的 有以撒 和利百家的爱情 两人都承认 是上帝 把他们结合的 圣经说 以撒 娶了利百家为妻 并且爱他 可见 他们只见过一面 千千万万的基督徒 都有亲身的经历 知道上帝的手 怎样带领他们的婚姻 婚姻是上帝 为我们安排的 整个生活的一部分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认定他 他必只是你的路 所以相信上帝 会帮助人 选择配偶 你要是得着了他 所拣选的 就应该依照他的法则 建立家庭 互相尊敬 爱护 不可离异 是的 如果我们渴望上帝 来帮我们寻找配偶 那我们当然就要照着 上帝的方法来啦 是不是呢 上帝当然也乐意 为我们拣选 适合我们的配偶 但是呢 也有这样的一句话 就是 上帝把这个决定权呢 给我们 上帝不会强迫我们 要选择谁 来当我们的配偶 但是上帝会告诉我们 怎么样去选择 这个选择的原则在哪里 而且呢 当我们向上帝祷告的时候 越祷告呢 我们也会更清楚 因为上帝会在祷告当中 他会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 让我们更多的去认识这个人 像之前呢 我有个朋友啊 他认识了一个男孩子 然后他就开始 为这个男孩子祷告 他就开始去询问上帝说 上帝这个男孩子 是你为我预备的吗 那求你给我机会 让我可以更多的认识他 后来呢 他就有这个机会 可以跟这个男孩子 比较近距离的接触 就是他们一起去办一些活动 结果就在办活动的里面 他就更多认识 这个男孩子的个性 他就发现说 这个男孩子的品格很好 他就继续为这个男孩子祷告 后来呢 他们就慢慢慢慢的 有越来越多的机会 相处在一起 两个人之后呢 就真的进入了交往 然后又进入婚姻 所以我相信呢 上帝是会帮助我们 怎么来选配哦 可是上帝呢 会把决定权给我们 因为上帝给我们自由意志 上帝不会强迫我们哦 他把决定权给我们 我们做决定的时候 就要很有智慧了 不只是呢 好像是按照我们的喜好啊 更重要的是 要按照上帝的原则 来选择对象 要不然到时候选错对象呢 痛苦的也是我们自己啊 这样就得不偿失了 好 今天的信仰Q&A 就分享到这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 想要询问陆家牧师 欢迎你进入 就问之声的留言板 在这里留言给我们 那最后祝福你 平安喜乐 我们就下一次 公众再会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永存在 在耶稣基督里面 在跟随祂的人心间 在世上 有多少欢笑 能使你快乐永久 试问谁能具备 将来永远不必担忧 如何离开那天才足够 能使你满足永久 试问就算拥有一切 谁能守住眼前的所有 任世间变化不求变化 今朝多少光彩 在明日转眼消失离开 不朽的生命永存在 在耶稣基督里面 在跟随祂的人心间 不朽的生命永存在 在耶稣基督里面 在跟随祂的人心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心灵小语 我们相爱 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 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 圣经约翰义书三章十八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